今天有200万播放的这个视频 不过现在它出问题了 咱们今天是来抢救它的 来 这个呢来了快有半年了 终于鼓起来勇气 拿起来看看 结果呢还是没有长根 大家呢可以看到这里 下面呢有很多小虫子了 现在就害怕它腐烂 你看 很多的小虫子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也是很不幸的一个消息 另外呢 也有不少的花友告诉我 应该这么躺着种 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 这个应该是它原来的老根 对吧 老气根的那个位置 话有没有说的或许也有道理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得给它反过来种一下 听人劝吃饱饭啊 因为咱们树着栽 确实是不行啊 什么树着栽 它确实没有这个根系发育下来 接下来呢 咱们就吹一下 把这个虫子弄一弄 这个土里面有没有虫子 土里面还好没有 那么预防它二次再有啊 我往这个土里面给它加入一些个这个药 少加一点就行了 不要加太多 少量的 加的这个是杀菌的 预防的烂根 加的这个呢 是杀虫的 预防的生虫 不要太多 太多了并不好 稍微拌一拌 谁说的刺鱼土不容易拌 这不也拌了吗 也结了吗 希望这一次不要让我失望了吧 我得找个东西 这个土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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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喝一遍吐吐的水 很多的花友在遇到有虫子的时候 都可以像我这样子 给它整个的泡起来 如果说这个花干透的时候 大家可以浸泡个半小时左右 这花一般都不会泡死 但是虫子的话 有半小时基本上都会被憋死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 要看你们当地的一个通风 好的话说 老花友我头里面有蚯蚓 有虫子 我还不想打药 你都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别乱学 最怕寒丹学步 真的是整整半年 一点根都没有发 这回我给它横过来了 希望它这回能够长根 能有什么办法 101咱也用了 温度也可以 这个棚里面温度也可以 整整半年 你看这个地方 它就是要长不长的 是长非长的 是吧 它比来的时候要大了好几倍了 长得好慢 人家说这个叶子一个能有扇子一样大 帝王花开百花沙 帝王花竹 好了 希望它赶紧活过来 赶紧长根 长得跟我好切一块 好了好了 那帝王花竹 这一番的抢救和横栽 就坐到这了 希望它能够迅速的长起来 毕竟这一头是500多块 肯定的话 非常喜欢这种东西 但要跟大家说 像这种小块的 都是一些个走私途径来的 不建议大家不提倡 但是有了的话就有了 不要提倡这些个东西 等过两年国内量产化的就便宜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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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